這一定是不成的嘛 好 我們先就這個數字我來問一下 慶龍哥你真的會找條件比你差一點點的女生嗎 不會耶 其實我還怕追求的是那種心靈的伴侶 因為其實我人生的哲學中 其實有一個所謂的對知識的渴望嘛 對愛情的憧憬 對弱勢族群的無限關懷 在過程中 其實愛情的憧憬 其實很多時候是心靈之間的一些交代 這個我有意義 因為我覺得男人 對 男人都是需要被崇拜的 他雖然心裡就嘴裡講了說 我不見得說不會找說比我優秀的女生 可是真正找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非常的難受 上書談話 純粹是節目效果 對 對 這我也要做一下Jason的試料 因為Jason還比較年輕嘛 Jason你覺得你交往的伴侶當中 真的條件有比你差一點點嗎 應該不是說條件比較差一點 應該是說通常可能年紀會稍微小一點是真的 年紀小一點 所以他對你有這種崇拜感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比如說剛剛教授有提到說 比如說80分女生 甚至有的女生可能是120分 200分 你有遇過就是了 應該是說其實坦白說男生會有一點壓力 就是覺得這個女生這麼棒 然後比如說她的條件 年收入或者是她的值等都非常的高 我怎麼敢去追 那你有去追嗎 沒有 所以心裡就很退去啦 所以基本上在中間的女生就五六十分附近的 基本上是比較好相處的 然後他們也會希望說盡量去討好人 更有人緣然後找到更好的良緣 但是到了80分以上包括剛才說的120分 其實這種女生其實已經很難搞了 他除了說學歷高然後經濟收入不錯 然後自我意識非常的強 所以為什麼說他們是聖女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他們是聖利的聖 人生聖利主的聖 對他們是在人生聖利主上的聖利主 所以男人望著雀步 那他自己其實現在流行一種叫小青心 就是我過小青心的生活就好了 我何必製造麻煩呢 小青心就是說我讀一下那個春上春樹啦 然後我聽陳其真啊 是 然後我自己去看寂寞的拍賣詩啊 諸如此類我可以過得很好啊 我何必要製造麻煩 然後在這種小青心的生活裡頭 可以找到一點就是小確幸 那我覺得說條件好的女人 充滿智慧的女人 他在這種小確幸中就覺得說自我滿足度非常的高 他為什麼需要男人呢 等於說在生活條件呢 可以自我滿足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能選擇變多了 但是Jason你辦交友網站啊 你們應該會看到很多的男性跟女性 雖然表面上的生活都過得非常的充實 像教授講的 但事實上心裡應該會有一種渴望 你覺得為什麼 的確有這種所謂的這種想法有需求 但是就是湊不起來 比如說剛剛像教授講的 的確因為現在很多女生其實他們的生活條件 或者是經濟狀況 或是學歷各方面其實都非常不錯 那她每天可能生活的就會是工作 然後家庭 可能跟或是週末跟姐妹逃出去玩 那某種程度她可能覺得 這些女生我覺得 就我們觀察網站上面的會員 她們會比較像是靈確霧爛 說實在話是這樣 就是她們覺得我條件還滿不錯的 我為什麼一定要比如說剛剛 那個圖板叫做20分的男生 我可能不願意去救 對 那我就會覺得說那我應該慢慢找 慢慢看他們遇到我真的合適的人 可以跟我聊得來 甚至可以跟我走下去的人 會不會超過120分 或是你剛剛講這種80分以上的女生 掛在網站上可能半年到一年 都沒有配對成功 有嗎你們有這種統計數字嗎 我們目前是沒有這樣統計 可是這樣我們網站的為主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比較 就是去等於說 Focus在興趣生活這個方面 所以等於說 這些人她不會是用自己的條件 當出發點 因為一旦每一個人 比如說像婚友社 你把條件擺出來的時候 我說我是英國回來的博士 然後我年薪300萬 我有車有房 我是女生這樣 那有沒有人敢來追我 可能很熟 差力太大了 坦白說很少 可是像我們的話就是用 說好我們今天週末 我們下午一起出去唱歌 我們一起出去玩漆彈 那是在一個共同興趣的 碰撞之下去認識 那有可能我覺得 這個女生蠻不錯 我仔細去聊之後發現說 其實她條件很好 那其實我可能就敢 願意再跟她繼續互動下去 那講完了女生 男生的部分你剛剛講說 比如說20分的男性 台灣是不是 不能說分階級 但是目前呢 以這種條件來說 其實很現實的 他們的確在找配偶 或者找另外一半 真的有所困難 你們的網站也有這種的男生嗎 網站的話 基本上 什麼樣各種類型的 各行各業的人都會有 那這樣子的男生的話 基本上還是用 在網站裡面還是透過興趣的方式 去跟人家去交流互動 那其實不可惠言 的確是有一些 我們觀察到說 有一些狀況可能比較差的男生 的確 可是在網站上面 還是會有人 有辦法去跟她去 繼續互動去了解 甚至 不過我們看到的話 的確是會有一些男生 他到最後可能找不到台灣的配偶 有可能是往外去尋找 這也是會發生的 其實這麼多的現象 我們都指稱了一點 就是大家單身 又寂寞 所以有時候 在這種單身的情況之下 請教一下翠芬姐好了 因為剛剛我們聽了教授 講了一些身邊的例子 翠芬姐有沒有看過 一些什麼樣的案例 是比較極端的 但是想幫忙 我們又幫不上邊 其實我自己親身就有遇過 一個我自己的老師 我自己的印象非常非常地深刻 終身難忘這個老師 就是因為他 我們在國中上課的時候 那他一邊教書 就一邊 用哀怨的眼神 怒視著我們 然後不斷的抱怨我們 都是因為你們 害我到現在還沒有嫁出去 真的嗎 他這怨念很深 然後這個老師 怨念到什麼程度呢 他常常因為心情不好 然後當我們考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嵌怒到我們身上 就會用一些 當然現在可能不會發生 可是他當時 他就用很多體罰的方式 但是我總覺得 他打我們的那個過程中 不是為了我們的成績好 而是因為他心情不好 他心裡不平衡 他心裡不平衡說 教你們還考這麼差 就這樣重重的打我們 而且他很多時候 常會有那種非常非常哀怨 然後常常說都是你們 都是你們 其實我們那時候還很小 我們就會強烈的感覺到 我們老師的憤怒 全部都投射到我們的身上 然後我們做任何事情 一個不小心就會激怒他 然後我有時候會覺得 單身其實如果過得快樂 是非常好的 但如果單身 像我這個老師過得很不健康 後來這老師有改名字 他還有做很多很多希望 他的人生 尤其是愛情 恩怨可以改變 對 恩怨這塊可以更順遂 可是我在想 我自己後來學心裡諮商 我就會覺得說 這老師其實真正要改的是 他的什麼 性情跟脾氣 那如果說 他是用這樣的一種態度 複向的 那我相信每個人 在追求他的時候 大概都被他嚇跑了吧 可是他沒有覺察到這個部分 反正他是把所有的怒氣 都遷怒到學生的身上 那現在回顧就會想說 我後來因為已經畢業了 我也不想去了解說 這老師最後到底結婚了沒 是 對 可以二三十年前 其實老師有點可惜 因為實在那個時代 還沒有所謂的交友網站 稍後我們就帶大家的關心 交友網站如何促進 單身的男女找到另一半 馬上回來 單身的人口越來越多 事實上也造就了市場上龐大的商機 觀眾朋友你會發現說 台灣有很多的這種交友網站 慢慢的走向IPO的同時 事實上全球化 它的確成為了趨勢 而且現在也賺進了大把的鈔票 慶龍 是其實我覺得對於單身來講 其實他不敢結婚 其實我覺得有三沒有的一個困難 第一個沒有就是沒錢 要嘛就是沒錢 要嘛就是沒時間 要嘛就是沒機會 我們秉出沒有錢的這個不敢結婚的因素之外 其實兩個就是沒錢 就是沒有時間跟沒機會 所以在講你自己啦 沒時間跟沒機會 不是我要強調的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才有新興的交友的一種形態的興起 尤其這幾年隨著整個網路的蓬勃發展 行動裝置非常方便的情況之下 網路交友成了一個非常 應該說成了一個不可逆的一個趨勢 我們來統計啊 像目前全球啊 整個光是交友網站 這個全球的一個市場的規模 只有交友網站 在這幾年 市場的規模就相當於 大概1200億台幣左右 那這個裡面中 其實四成美國是最大的市場 因為他們有統計說 在美國的本土裡面 18歲以上的單身人口 大概是9660萬 但是這9660萬裡面的單身人口中 又有將近一半 都是網路的使用人口 超過4000萬 所以在這4000萬中 其實就是這些交友網站中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潛在的客戶 所以美國的全球也是最大的一個 Match.com這個1984年的創辦以來 它現在目前已經在全球的35個國家中 都有一個交友的網站 去做一個Match的一種所謂的交 一個一種配對的一種任務 一種服務 這部分也吸引非常大的一個營收的貢獻 那台灣的市場 其實它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一個所謂的預估值 但是整體來講 我們從美國的經驗 其實我們可以反推 因為台灣現在目前 大概有750萬的人口的一個單身人數 然後也有一半的左右的單身人口 大概330萬 所以反推回來台灣的市場的規模 大概一年也有30.7億台幣 所以之前剛才知靈有提到 多台灣有很多一些 所謂的交友網站還有IPO上市 他們都還蠻賺錢的 EPS都可以賺到8塊錢 8塊比這科技公司多好多耶 對啊 這個其實都是因為 新時代的興起所謂的交友型態的改變 也創造出來的一些商機 我要問一下Jason Jason是iMatchbox出來的 你們這iMatch的網站 現在會員數有多少 目前的話我們網站大概10萬會員 10萬也很可觀耶 那所以過去配對成功的 有曾經做過統計嗎 目前還沒有真正的大規模去做統計 不過我們目前網站的會員來講的話 基本上只要你認真的玩 那你一定有機會 一定可以跟這些現場會員出去 揪團做活動 像剛剛講比如說打雞蛋 或者是追唱歌 追直下午茶 講到了認真玩 相信不管是你曾經參加過 或是還沒有看過交友網站的觀眾朋友 你接下來要仔細聽這一段 Jason我們來講一下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然後如果說觀眾朋友有興趣的話 要怎麼樣來申請 OK 基本上的話 iMatchbox網站的話 它的註冊是免費的 那基本上都是免費的 那其實我們跟一般的交友網站 不太相同 甚至你不應該把它視為交友網站 一般交友網站的話 就是大家可能會在很多報章媒體 看過一些奇怪的消息 比如說詐騙啊 或者是員交等等 一些奇怪的狀況 那像我們的話 基本上我們focus在幫助單身的人 找到另一半 讓他們在網路上找到真正的愛情 那我們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來幫他們找呢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非常重視身分認證 那身分認證的話 等於說這些人 他基本上真實度非常的高 不會說我貼一個林志玲照片 然後其實後面是一個男生 再跟你聊天 這是非常恐怖的 我們非常重視身分認證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非常強調說 因為網路畢竟是虛擬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這些人 畢竟網路的商版主 他還是希望說可以見面 然後我週末 我真的很無聊想要找一個人 跟我去逛街 去喝下午茶 去逛夜市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做 揪團的聯誼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秉除說 一般的所謂交友網站 我跟他溝通一段時間之後 我約出來單獨見面的可怕的狀況 但是你們這個揪團 是有第三方在幫忙的嗎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我跟翠芬姐認識 然後我們兩個要出去 但是會不會有你們公司的人 跟我們一起 還是說人會比較多 不是只有兩位 目前的話 我們的所謂糾團 都是團體的 可能是八位十位 甚至我們之前有一個 很誇張的團 就是一個上風團 比如說租到一台遊覽車 他們就 一堆一個遊覽車的會員 他們就自己出去玩 這樣還蠻好玩的 對 那其實這些人 就等於說他在忙碌的 上班族的生活過程當中 他就有一個調劑身心的狀況 所以你們不做一對一 反而以團體的方式來進行 絕對會比較自然 在網路上面的話 我們是做團體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 比較客製化精緻的狀況 會是一對一 那當然他的篩選條件 會越來越嚴格 但是你們收費嗎 因為進去的時候是免費的 後續的這個相關處理 是要錢的嗎 應該說我們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像臉書的使用方式 那臉書的話 基本上我跟你要 可以私底下互動 寫信啊 或者是聊天的話 我們必須交為朋友 那我們是在 加朋友這個數字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 付費的功能在裡面 所以你的獲利模式來源 可能就是從 付費的這些方法來開始 對 加朋友這邊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網站上 非常有趣的就是 因為很多人把我們當成 他另外一個 私密的臉書在用 所以會有一個什麼狀況 就是這些上班族 他可能下午他就突然 比如說可能 剛剛被老闆教練去罵了一頓 然後出來我好沮喪 我好痛苦 我就發一篇文章說 我今天好痛苦 為什麼老闆那麼急車 每天又電我 那這個時候會很有趣的就是 男生或者是其他的 同性的朋友也會